看画展吗 印象中的经验 是不是在宽敞空间中 静静的 空气中只剩下悄悄画 和脚步声回音 还有偶尔画破静默的声响 围荡在空气中 看画的方式只有一种吗 挑高黑暗展场 人声鼎沸 墙上的画也会移动 要颠覆的 不止眼睛 还有耳朵 巨大黑暗空间 范骨画作 变成3000张影像画面 40台高解析投影机 投射在墙壁 地板 柱子上的大荧幕播放 动态图像 媲美电影画质 搭配环绕音响 古典音乐 刺激全身 每一个细胞 范骨1888年创作的龙和尚的新叶 加上1890年在精神病院画出的新叶 站在星空下看画 感受到范骨眼中的世界了吗 在雅尔的卧室 这幅画放大好几倍 就像走进画中 仿佛听见范骨的耳语 看麦田群鸭时 范骨的黑暗天空 透露了些什么 我们想人们感觉 像在范骨的头上 他们有范骨的感觉 光是视觉 听觉 耳目一新的饗宴还不够 地板上投影的画作 还能用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戴新闻许淑媚编辑